好 過年去哪裡玩啊 快點跟著漂亮空姐遊世界 你看看... 出國最怕的就是 慌慌張張的沒準備 填掉一地 水也灑出來了 小烏龜 你那麼大隻 還要空姐幫你搬行李 好意思嗎你 不過這是LOOKING 你生氣 今天會告訴你 連旅行業者都嘗試的便宜旅遊 你看空姐和老師 都做好萬全的搶票準備啦 想知道今天的旅遊行程 到底有多便宜 專心看節目就知道啦 來 準備 5秒 4 3 5 2 來 今年最強超審潛禮喔 只有空姐導遊才知道的唷 耶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有心 今天要介紹很特別的地方 對 過年 老師應該在哪裡 過年我們全家有到港澳走不下去 港澳 晚一晚 對 而且今年要給大家 大過年的好消息 2017年據說是 廉價最多最好玩的一年 動不動就來個七八九天 這種景點 好長喔 好長喔 所以要好好利用喔 所以必須好好的把握這些景點 因為今天聽說 有一些就是 根本沒人知道的私密景點 私密的 香香的在裡面講私密的 從剛剛就是講私密的 而且製作單位很棒 幫大家算過了 就你覺得前後加一些自己的年假 隨便湊一湊9天 你相信228 這個連假就可以來湊個9天 其實這個過完年以後 馬上到228的這個連假 很快 速度這麼快 裡面馬上你要決定要出去玩 第一個就要說走就走 要很方便 有沒有聽過潘安稿 是什麼 很多都沒提過 對啊 那還不聽呢 帕安島 對 我跟妳講 帕安島 所以帕安島全世界最有名 也是亞洲這個 大家覺得說最神祕的一個地方 幾位業者聽過這個島嗎 知道 業者們應該都知道的 我知道 而且因為三月之後 蘇美會有直飛航班 所以以後去四海 這點一個好方便喔 帕安島這個地方 從蘇美過去搭船 半個小時就到 它全世界有名 全世界喔 而且每個月都非常的轟動 因為它有最有名的叫做 月圓派對 有沒有 我們都聽到人家講說 世界三大電音派對裡面 亞洲唯一的 就在我們的這個潘安島這邊 就在它的島的中間 有個海灣叫做 老少親故就對了 對 就叫做通奈潘這個海灣 這個海灘非常的私密 有沒有看到 好美喔 而且不太難了 有沒有看到那個海水 本人在下的角色 好美喔 而且重點是沒有太多的人 然後晚上那個四陽下的 好美喔 好像是明信朋友的感覺 妳看那個棕櫚樹是不是 對啊... 妳給她看 對 妳有沒有看到 而且重點是 這個只有在哪邊看得到喔 哪裡 海灘庫上面 不會 重點是有沒有 你就不要人太早 老師跟師匠 兩個人手牽手 去那邊散散步 躲好 而且重點是 那邊我們要住得好一點 那邊有三家 只有三家 非常高檔的五星級大飯店 在那邊 是全世界有名的一個 連鎖的一個飯店 可是妳會發現 妳一進去看到 它就好像一個 小型的一個熱帶叢林一樣 有沒有 非常泰式的一個味道 從此之外有沒有看到 它的整個的游泳池 好美喔 沒有太多人 這整個游泳池就感覺 好像是女人 那種感覺在那邊 好放鬆喔 是啊 重點是 就是你想要浪漫的這個 沙灘上面的晚餐或是午餐 直接就在他們家前面 也不用跑到外面去 它會幫你做客製化的一個 這個調酒在那邊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是 我跟你講 它西式的餐點做得非常的好吃 而且它的這一道菜 一定要推薦一下 有什麼 它中間那一塊是和牛 上面那一塊 它放了幾塊的鵝肝醬 然後下面它是什麼 薯泥 所以你想要到 那整個吃起來的時候 那種層次真的 很多種耶 超好吃的 對 在飯店裡就吃得到了 就在飯店 而且你要是 你覺得說 我不想吃太多這個西式的 我告訴你 泰式的也有 到了晚上以後 泰式的直接吃 吃完以後有沒有 這個冰淇淋 椰子冰淇淋 整個用椰子端起來 那個文創的味道 你看那個旅行下去 就覺得我不單只是在享受 我可以來感受 我告訴你 他們專門就表演給 他們家的住客 就在飯店的前面 對 那一天晚上我去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他玩到最後耍那個火花 它這樣啪啪啪 更重要的要享受一下 我們要泰國最有名的做SPA 你知道它的SPA很不一樣 它走的是自然風 它的SPA建在大石頭上面 各式各樣的大石頭 所以你進去做SPA的時候 你就真的是好像回到自然 就是天人合一那種感覺 所以非常的推薦 這個叫潘安島 年輕人要狂歡的 到樂園派對去 但是像老師這樣 我們要高檔 要住宿 要享受的 我們就到這邊來好好的享受 好 謝謝 蠻幸運的 大連假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太忙 所以想要去近一點的地方 然後可以推薦澳門 那我反正要去威尼斯人 然後就路上遇到 就是排到滿 而且它最厲害的是 像它有那個燕窩蛋塔 就非常受歡迎 燕窩 燕窩蛋塔 對 我初二回完娘家 我就要飛澳門 去澳門 這家真的可以去 對 它是當地人推薦的 真的好好吃 後來我又回去再買 對 然後在這個也是必推 所以我覺得老師可以去 就是小飛象的蒲國餐廳 真的好 你們都有吃過嗎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就是任這個Mark 它有兩間店 小飛象 對 小飛象 小飛象的話那時候我一去 就是一定要點一個蒲國雞 反正就是大家人多可以起分 然後它其實就長這樣子 真的看起來很美味 對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因為我真的很餓 所以那時候我就先點了一個 吃貨 馬加修餅 因為我好像以吃為主 對 我們今天要介紹吃 反正過年大家就 瘋了 然後再吃了 對 馬加修餅的話 它其實你看內餡是這樣子的 有點像是馬鈴薯 然後配上其他的什麼香菇 還有一些雪魚 還有一些菜跟馬鈴薯 你吃過嗎 對 這個必吃的 你一定要 你幹嘛 你怎麼往心裡去了 我怎麼吃過 很激人 我的口吻好像有 真的 可以我們介紹 它外面是脆脆的 裡面是鬆軟的 對 而且它 咬起來就是很酥脆 然後馬加修餅我也超喜歡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咖哩 這個很下飯 對 它其實是咖哩豬扒 但是豬扒在這裡面 所以有點看不清楚 妳飯量應該滿大的 妳說好 問我妳說 怎麼可以連 咖哩一波 可以 而且其實我們還有 沒有還一連串這樣子介紹 我會想說辣妹怎麼可以吃這麼多 這雖然在過年 但是我們在日本 但是我們也很想要有一個 過年的氣氛 所以我們組員們 可能就會去便利超商 去買日本的和牛 你看這種重等級的和牛 超商買得到的 而且很好 而且很划算 它上面價錢也才2700多日幣 然後我們就買這些料 在家自己煮火鍋 對 在宿舍裡面 對 在宿舍裡面 可以自己煮火鍋 你們公司是宿舍 有鍋碗瓢盆嗎 就是要看飯店的那個提供的 對 等級 而且有很多像是 服務宿舍這種感覺 所以它本身就備一個小廚房 跟簡單的一條 對 熱 熱菜這樣 吃和牛吃到幾個人 對 這是非常高級的 我們人都不一定很多 有時候一組大概十幾個也有 這麼多 對 男生 女生都有 是想怎樣 不是 他說種花 都是女生嗎 男生 女生都有 也有男生 也有機場 會加入它們 融入它們 也有機場 你全都不一樣 這種爽爽的 爽爽的 怎麼吃都開心呢 對不對 對啊 像這種你看 這種雪花 好大片喔 這雪花就看起來 就是非常的好吃 對 這是妳素顏嗎 對 我素顏了... 不要看我素顏的部分 我剛剛已經預告了 很多空姐美美的素顏了 對 他們經得起的 對 然後假如是喜歡就是 大家一起朋友出去玩的話 也可以 對 泡湯 然後就可以去租 也是去合租民宿 你看 十幾個妞一起泡湯 不可以讓妞 十幾個空服人員 三五好友 不要媽媽冷靜好不好 健康的... 有沒有在汙辱 男的空服員嗎 這個是朋友自己去合租一個民宿 然後就是民宿就一整棟都讓你自己玩 在北海道 對 在北海道 然後旁邊就是雪場 然後你只要一醒來 就可以穿好裝備就可以去滑雪 然後晚上回來的時候 再去泡湯 然後像這種湯屋都是有戶外景 都非常漂亮 外面下著雪 而且也飄著雪 對... 對啊 飄著雪 然後... 沒錯 超放鬆的 這種溫差 對 只有在三溫暖才享受得到 對 就熱死出來 衝一個冰箱 對 跑到雪裡就跳進去了 到我泡湯你有沒有講到三溫 對啊 我只能去那種 而且重點是北海道 在我們這幾次出去玩 有發現帝王蟹吃到飽 大概4000塊 玉璧 對 就可以有吃到飽 帝王蟹跟和牛 吃到飽 吃到飽 對 所以差不多就是 你看就可以拿 一直拿 不停的拿 就夾了滿滿一盤的帝王蟹 然後去 然後它是火鍋式的 其實日本三大蟹吃到飽 大概北海道飯店幾乎都有 大概1500台幣左右 對 就可以把這一塊包進去 應該有別的東西可以吃吧 都有... 只是說你那1500 他會告訴你這三大蟹 是可以吃到飽的 在那一餐當中 因為幼貨姐是在那個 對... 因為北海道的食材最好 最好的就是這些海蔥 大家只是為了去那邊吃而已 其實我是剛剛和牛這麼便宜 那一盤那麼漂亮 2700日幣 對 那我們飛美國 就是剛好晚上 都是晚上出去的班機 或是飛溫哥華 你已經服務多久了 我四年多 四年多 對 我前面兩年的時候 我記得我第一年是在舊金山 然後第二年是在溫哥華 都沒在家裡過除夕 就是在家裡就是 吃比較早的年夜飯 但是就是一到那邊的時候 可以再過一次週末年 對 那誰給你做呢 就是我們飯店 對 飯店會有 就是其實會寄信到 全員信箱裡面 所以同時說 今天飛這一班的主員 我們飯店會準備一桌的菜 讓你們一到就可以吃 最貼心 洋人做的年夜飯能吃嗎 就是一個溫馨的感覺 就是一個溫馨的感覺 對 所以沒有照片 這個是我覺得不為人質的地方 因為過年應該是有家籍 算嗎 對 有家籍 有家籍 對 我父親服務18年 我只跟他吃過三次年夜飯 印象中 因為他知道 因為你都不回家 不是我 我爸 因為就是要有家籍 可以養家糊口 對 對 他就是別人可能會不飛 對 有些人會選擇可不可以調班 對 或是不飛陪家人 我爸他就去 所以只有三次 你看你還不好好做人 我哪邊沒做 你可以直接投書 給1999專介打電話 就有了 我從心擺負自心了 所以你看 你就了解空服員的辛苦 對 其實洋人做的年夜飯 其實也很我心 他講呼吸 他講溫馨 他就是不說好氣 沒有 就是一個氣 一個氛圍 一般用洋人來講話 只有在清朝那時候 沒有說他陰遺了 你在那邊 然後其實就是圍城一圈 大家組員也會感情比較熱絡 像那時候冬天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那個 溫哥華的山上滑雪 對 可是你們會不會跟學姐沒話聊 不會啦 不會 跟學姐聊了 在飛機上都已經相處過了 那一個團員飯也有那種感覺 因為最起碼不是一個人 在房間吃泡麵的 那個感覺 尤其對華人 你出氣一個人 有 就是一個人太悲涼了 然後打那個LINE的電話給媽媽 媽媽還在吃年夜飯 沒有空接這樣子 他講說他已經給你餵過年了 對 媽媽還廉價這樣 會辛酸的那種 就滿難過的 我們空巡很常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可能飛一個 國際線來回兩趟 然後剛好算好時間 差不多可以吃年夜飯 常常就是打開機門的時候 外面的地形就說不好意思 再加飛兩趟 國內線 因為返鄉的人很多 對 然後那小時候覺得 突然間就打開機門 我們行李都拉好了 消耗不了 對 他說因為旅客太多消耗不了 大家都要返鄉 所以就麻煩你們再加飛兩趟 有時候還不止兩趟會有事 送別人回家團員 自己沒有辦法 加兩趟那一隻去再回來 對 去回 都是妳 就是整架飛機的人全部就留下來 然後就因而就是 沒有辦法 就錯過吃那個年夜飯的時間 但我有滿常 因為像我飛五年多 我其實只有今年 才可以跟家人一起吃 每年都是 他退一年 沒有 每年都是就是回家的時候 因為家人都返鄉了 然後飛回去可能就11點了 然後就打開冰箱會有紙條 就是寫可以微波加熱 一些佛跳牆一點點 就自己看電視很飛的 不要講得這麼慢 真的 搞不好給我音樂 空服員都是這樣 空服員大紅飯都是這樣 自己偷飛機艙回來吃 所以 但是我覺得過年上班 蠻好玩的是因為 我們機長會發紅包 對 對 每個組員都發紅包 對 然後我們就... 機長 對 機長 機長就跟機家長的感覺 對 副駕駛也要包 也要包 座商長也要包 對 對 座商長也要包 對 座商長也要包 對 學長也要包 一包一百塊 一包一百塊 一支一支 對 有的是呱呱樂 有的呱呱樂有時候是樂透 因為你爸爸以前空服員 我爸爸以前是蓋斗導遊 也是過年的時候最累最忙 辛苦 因為大家都是有時間 也都是這時候最好賺錢養家 是啊 所以這個時間最忙 其實這個時間是最忙的 所以陪小孩的時間也很少 所以只能請小孩子請假 陪我走一走 來到這個過年 其實日本很多 我想大家都去過大阪東京 但是因為我想 我介紹這個地方比較特殊 這個地方各位不曉得看過沒有 這是叫小豆島 四國 四國 這個小豆島基本上 一般我們的觀光客 去四國會去 但是有時候像這個小島 叫小豆島 坐船從高中大概坐一個小時 那就可以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天使步道 那這個地方小豆島這裡 這裡大家一天 大概會有兩次的退潮 聽說情侶 就是走過這個步道過去之後 分手 摸了這個島之後 其實要一起牽手 碰了這個島之後 就可以忠誠倦 然後你把五塊錢 九個 九個五塊錢 把它放在它的岩壁上面 聽說這個就會找生櫃子 是 是這樣嗎 特殊 就是當地傳出來的傳說 對 這是我是聽一個 95歲的阿公 他跟我講說 這個其實日本人也不太知道 如果想要求職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做 還是當地的里長自己訂的 自定一個傳說 自定一個傳說 自定一個 對 就是每個下觀光 少部落客寫什麼說 有 所以我就一直發覺 他都在那邊一直看我 我想說過去跟他聊一聊 所以賺一些香油錢 其實很美 尤其是黃昏 夕陽的時候 走這個步道非常非常的美 對 基本上他退潮 其實也要掌控他的退潮 你等於說在上船的時候 從高松上船的時候 就知道他的掌退潮 可以掌控時間 可以去這裡走一下 你看一下 再來 一樣也是同一個地方 但是不同的角度 就會有不同的什麼感覺 我想這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走這個步道 其實不管是情侶也好 其實夫妻走一走也很好 當然你看一下 有不同的感覺了 就是晚上 好美喔 晚上 因為我住在旁邊 它有一個小豆島的一個飯店 好的嗎 就隔離 非常不錯 高級的 我這樣講 中上 然後也算是 對 還不錯 像偏業者就覺得 是 非常好 空上 非常好 因為這晚上 其實你到這個展望台 它都會打燈 在觀光局他們做得很好 但是基本上這個地方 日本人來的也不多 所以你會看到 都是鏡空的狀況 所以這個其實晚上走過去 又有另外一種感覺 各位再看一下 這個感覺也是從 它從海灘拍過去的 也是不同的感受 我翻得比較快一點點 你看一下 再看一下 這個是從飯店拍出來的 飯店就有個美喔 飯店旁邊拍出來 這旁邊也是溫泉喔 所以這個很棒 這個泡湯 然後去散步也非常好 這非常美的地方 好 來 看一下 來 這個也是晚上其實 怎麼還是走啊 好 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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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這是引導到喔 我們一個上面有一個 情侶有一個鐘 就是一個情侶的那種鐘響 我想把它翻一下 你看一下 這個聽說 敲了這個鐘之後 不但鐘成眷侶 這其實我想這個講白一點 這有時候 在這邊你去走一走 看一看拍個夜景 看到星空也很美 所以想這個小豆島 其實是很棒的地方 你看這個晚上有沒有 這個大概這樣拍 清幽感 你看 非常清幽 非常棒 很放鬆的 我想這個大家了解一下 天啊 這真的是活的火山嗎 白天的時候 就坐幾筆床下去 它就是會帶我們到一些 比較平地的地方 但是又看得到火山 一整片的 很像沙漠的火山灰 整片白 爆發過了 對 它最後一次爆發 是在2004年 這麼近 對 然後 你看這個晚上的吧 這個大概這樣拍 清幽感 你看 非常清幽 非常棒 放鬆的 我想這個大家了解一下 當然我們四國有個地方 叫做金刀比羅宮 金刀比羅宮很有名 這邊你看到這邊有個御守 這裡的御守是日本人 夢寐以求的御守 這個御守是什麼 我想這要先講一下求財 像我們台灣的媽祖 當然它基本上有一個 基本款的一個御守在這裡 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一隻小狗有沒有 怎麼那麼可愛 這個狗基本上江戶時期 因為有一些腳不方便的 牠要登785階 是一個很辛苦的事情 這麼高 去那邊祈福 所以這個狗 當初江戶時代的時候 牠就會派一隻狗 拿個繪馬牌 把一些心想事成的部分 掛在那個小狗上面 讓牠爬上去 代替牠主人去求平安 所以這邊就有一隻小狗 所以你要買的時候 建議是買一個有這樣的 有小狗的一個御守非常好 這邊還有一個高級版的 高級版 這個是日本人也都會去買 但我們可能買那個 有小狗的就可以 這一打開 各位看一下 空間的 空間的 你看 超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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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超小的 全部都顧到了 非常好 但是要記得一下 這個到台灣海峽上空之後 要收起來 因為台灣的媽祖會來接手 可能我們這個御守要小心 我們把他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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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他收起來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所以其實我們買任何御守 其實幫自己買 不能幫別人買 因為人家說買自己的 對自己有福氣 那你本人要到 你本人要到是最好 然後如果你買這樣一組 其實我不是講一組 就是興臣哲嶺 但是我們因為大中小都要顧到 連這個連寵物都可以顧到 對... 這個顧到 這個有小朋友 小狗的 有... 日本人他會把它 放在小狗上面或帽上面 對 非常好 四伯 那個地方真的 我要建議大家不要急 因為那個階梯 你要慢慢走 慢慢走 很密 沒有 你可能走到一半 你就會覺得說 那還是拍那個小狗 對... 拍小狗 對 我要複雜我們介紹 便宜的行程吧 沒問題 輕井澤 對 輕井澤這個出發日的話 是2月25號 只要請一天假 就可以玩5天 對上班族來講 不錯耶 對 它的價錢只要3萬03百 寒稅 那走的地方第一個 它就是有去 可以跟那個 雖然是群馬縣 輕井澤在群馬縣 好 跟那個草津溫泉一樣 是日本第一的溫泉 這是溫泉 對 我以為是 你看他不贏著 他不是... 養殖業的那種 對 它是黃金汁湯 黃金汁湯 抱歉 所以它是黃金色的湯汁 然後古代的時候 封城又秀琦是養冰的 養魚的養殖場那種 這不是... 對面的美女們泡的話非常好 因為它是非常有名的美人湯 有吧 對 富士山你看 它從這個角度看 跟那個角度看都不一樣 然後到富士山 這個是你素顏嗎 沒有 你過了 算是有美人湯汁氣下 然後我們去富士山 除了看富士山之外 就是要吃它的富士山冰 你好陽光喔 像它如果知音季 就有粉紅色的冰 然後什麼季節 是什麼時候的冰 所以你才滿有趣的 對 富士山的冰 再介紹一個在這附近的一個秘境 在富士宮旁邊的白絲瀑布 白絲瀑布 它這個秘境就充滿了芬多精 你走進去 它這個水都是富士山流下來的水 真的喔 對 你看這是喝清酒的清酒杯 就反過來喝清酒杯 好可愛喔 它是富士山的 很可愛 倒過來是富士山 對 倒過來是富士山 拿起來變杯子 拿起來變一個清酒杯 好可愛喔 對 這個很特別 然後再介紹一個就是 一個很難買到的富士山的 威士忌杯 威士忌杯 你看這個杯子 併住給我們導播看一下 好 這很有名 富士山在下面這裡喔 這好喔 它在下面這裡 下面耶 好美喔 如果你倒了紅色的飲料進去 你的富士山就變成粉紅色 真的假的 你會變不一樣的顏色 好想要 真的很漂亮 這非常漂亮 你會帶旅客去買嗎 這個它是手工做的 其實台灣的網站可以先預訂 然後它很特別的是 它每年的4月 它還有出櫻花版的 就是下面是富士山 然後旁邊有櫻花的花瓣 然後那個清酒杯 還有另外是琉璃燒透明 它是很重要的 對 對 變色 好漂亮喔 所以晚上在微微的燈光下 喝個威士忌這樣很美 超美的 這個你不能到那邊才買 才好買不到 你可以在網路上就預訂好 台灣現在都已經限定了 對 好想去喔 這個牧場你有 是 有家裡也放了兩個 兩個 好羨慕喔 而且那邊剛剛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白絲瀑布 它湧泉出來 從富士山降雨之後 血水溶到地底下 出來99年 99年 99年 對 才被推出來 對 以冰河 那個水 變成瀑布變水出來 是99年前的 對 它講這個就會讓大家想去 99年 我這邊要介紹的是 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基本上來說 我們在這個季節 在冬季 現在是過年的期間 我們這幾年最有名 就是看極光對不對 極光很多人都介紹過了 不管說我們要去 阿拉斯加 菲爾貝克斯 看極光 或者加拿大黃刀鎮 甚至我們到北歐 芬蘭 挪威 甚至冰島 都可以看極光 但是這些都不稀奇 我們要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去俄羅斯 俄羅斯的西北邊 它維度真的68到69度之間 所以它是看極光 非常一個好的地方 而且我們去參觀 保證看得到嗎 極光無法保證 有參與 有參與 人品夠 那絕對看得到 有沒有沒有 就是沒看到 然後唯歐導遊的 我說有沒有這種 我不要推得沒有 打五分鐘就好 唯歐沒有啦 但言語的小小的霸凌 是有的在講 真的喔 會虧的 沒有 開玩笑的 就是沒有 我說真的沒看到 因為它可能等了好幾天 這也不是你們說的算 會不會嗎 這問題是因為我好幾個朋友 就是去玩玩說好不好玩 好玩好玩 但是沒看到 好幾次這樣有一個方便 因為極光的話來講的話 大家能夠看到的機會 還有很多條件 包含說你第一個 你溫度一定要低於 大概是零下-15到20度之間 然後天氣要晴朗 如果說你到了當地 看到下大雪 你就知道機會渺茫 因為你有雲層 有雲層就擋到滿天的行動 所以就開始走 極光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今年2017年清明節 4月1號到4月4號有4天假 對 你後面最請個5678的年假 湊一湊已經很長了 9天了 9天了 可以今天9天了 可以到哪兒玩 某某推薦 4月的時候 我曾經去過一個亞洲團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比較少人去的那個 婆羅摩火山 但是我其實一直很想問 導遊們說為什麼就是 台灣 亞洲團比較少人去 就都成不了團 沒有 其實以前有開這個團 長榮有費7天的時候時間 足夠才會去 但是它那個航班回收之後 它現在都做5天5天的配套 那車程上面太長就不會去了 你們是業者也不看好是不是 不是說業者 應該是說 沒有航班 群眾的接受度 因為你要排這樣的行程 其實5天的印尼是不足夠的 因為它車程拉過去很久 因為它不在印尼本島 對 因為我自己非常喜歡 我蒐集很多的火山 那真的是要你對火山 有興趣的人才會去 真的很漂亮 因為火山會碰到天后的問題 它很多時候都會被遮掉 第二件事情 不是說我看到火山就很爽 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還要走上去 有時候你可以親眼看下去 有些人會很害怕說 火山會不會爆發... 所以這個團一般我曾經問過 很難 到最後都是自己走 那這樣猛猛還被介紹 不... 觀眾朋友 如果大家派成不了團的話 可以自己自由行過去 到當地找tour也是可以的 對 真的很漂亮 你看這是人山人海的照片 很多人 很多洋人去 對 洋人 洋人 對 很多洋人去 但是如果你看到像這些人拍照 拍這樣就遜掉了 仙女照來了 我要給大家拍 好美喔 要怎麼拍出這個照片 好美喔 老婆 你看她 很會拍喔 老婆 近一點 你看她整體拿穩 好美喔 這不是遜照 好會抓緊喔 好美喔 誰幫妳拍的 這是當地的導遊 因為她之前是攝影師 對 所以很推薦 妳說她小寶對不對 對 她叫小寶 但是不要看就是這樣子喔 我是爬到一個 鏤空的樹枝 但它是一個很強壯的樹枝 對 但是它下面都是空的 只有抱陪妳 這個 抱陪妳 好像那個樹幹這樣 拖那個羚羊上去 唇不出 妳沒看Discovery 有 怎麼拖呢 我每次看筷子怎麼拖上去 她只要爬又要拖 又馬上一些功夫 下面有那個爆髒害嘴巴 有啊 抱妳知道 那種侵襲在那裡 對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如果妳們真的去的話 妳要從旁邊 妳就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 到那邊的像這個圍欄 這個圍欄往右走 然後又有個小閘門 妳就進去 然後就開始翻山越嶺 妳就會找到這個地方 妳就會找到視野比較好的地方 對 然後這邊也沒有人當 因為人全部都在後面 這種反而想去 對啊 對 妳真的超漂亮的 真的超好玩的 而且妳看下面 那時候我問導遊說 就是當地的地培說 下面是什麼 下面是雲嗎 就是問了一個有點蠢的問題 但是她說下面 然後我說下面是海嗎 是雲嗎 她說下面是火山灰 火山灰 很像沙漠的火山灰 整片白 爆發過了 對 它最後一次爆發 是在2004年 這麼近 對 然後之後我們就 白天的時候就坐吉普車廈子 這也是因為 腿 沒有騙嗎 誰帥的 妳看她的腿 妳看這張照片 很好長 跟輪框 輪框扁長了 沒有 也是小寶幫妳拍的 對 因為我其實說 我想要跟吉普車拍照 然後她就說 No... Later 就是她要把妳帶到她的點 她要不...開到一個點 然後她就說OK... 現在可以 對 她就是叫妳做 像模特兒 像模特兒 妳就一定會這樣子拍照 哪裡有這樣 沒有 妳看妳看她的姿勢 沒關係 沒關係 妳有點疲倦 對 沒牆 沒牆 然後找人是華人嘛 又是當地人 然後她就說會帶我們到一些 比較平地的地方 但是又看得到火山 這是去火山口以前 我們在拍的照片 像我們一群人 然後妳就站在火山口 往下看 旁邊上面就是火山嗎 對 旁邊都是火山壁 然後這就是 瘦馬 對 瘦馬 我跟我的愛馬 好可愛 對 這隻很瘦 對 她叫Kiki 她好可愛喔 對 她很可愛 可愛嗎 我感覺她無奈 對 背有一點 小姐 不要靠那麼近好不好 素妹平生的 我們也是第一次見面 我們各有各的任務 見守崗位啊 但我之後還有去她的主人的家 Kiki的主人 然後他們家是印尼當地 很傳統用竹子建造的家 對 然後就有去晃一圈這樣子 就還滿特別的製程 好棒 不見大家去 對 這個景點是特別的 可以補充嗎 這個景點 不錯喔 我補充一下這個景點 妳要不要開一個 這個不是我 不是 妳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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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陣頭 也沒有什麼購物 這個地點 我們要去逛她的百貨公司 只有一間 對 只有一間 對 一間 很沒錢 我要補充一點就是 大家如果去這個行程的話 一定要帶保暖的衣服 但是裡面要穿著清涼 因為你上去很冷 真的很冷 去看似錯的時候很冷 三點多那時候 但是你下來到平地的時候 又其實很熱 因為印尼就是沒有分唇下的球 然後你這樣身上真的很冷 所以一定要衣服帶住 好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清明九天可以去哪兒呢 剛好去年九天 我就花了九天的時間 寒飛要去了土耳其 去土耳其當然是要做熱氣球 你在籃子裡待一個小時的時間 只要90歐到200歐 就是 200歐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真正 亂飛 對 亂飛 對 很熱耶 整個山谷這樣 對 非常划算 對 我在坎亞坐熱氣球 也是在一個小時 多少錢 台幣要15000 15000 這麼貴 對 是不是 就是一定要去這邊坐熱氣球 這相對是很便宜 很便宜 其實土耳其 因為它靠的就是地中海 所以他們地中海 環地中海區的餐室 基本上都很像 跟希臘這邊都非常的接近 河里沙拉 或者是優格這些酸奶 我遇過客人就是 因為廉價大家行李都很多 對 但它GOLDING的時候 就是很慢上來 所以它上面的行李會都放滿 但它就會直接就是嗆說 我有什麼卡 然後我的行李 全部都要放商務艙 會這樣嗎 會 而且它有時候還會說 我人也要過去 人 人也要 人也要 心等 好 那妳就把它抱到那個鏡頭 先等一下 我說的不是這裡 對不到 因為像黑人哥說 他們就會有一種就是 追榮感吧 對 對 就會想要去 他們追求的是這個 對 而且還會就是有一次 就是拗東西 然後可能客人他會帶比較 某知名品牌 Re什麼哇的那個 Re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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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追求的是 不要放在行李櫃 它要放在主員 就是特別放在下面 主員一個放報紙在那邊 對 他說如果我拿出來 刮傷的話 你要陪我 所以說你只要懂得善用方法的話 銀卡的話 你就可以發揮到 很大的一個功能了 他剛剛講的那個 銀卡它有什麼功能 你的行李的這個 重量數還可以增加 對 對不對 而且還幫你貼一個重要性 就是你直接先出來的 可是你們單子打單看得出來 差不出來 他們就可以看到 所以你根本不用麻煩他們 我們真的很害怕就是 他們不知道就是 這種權限的問題 這就是重點 所以今天一定要講清楚 跟大家講說 這時候… 這時候… 很生氣 全身的問題 那一集他在講的時候 我就很生氣 我看的時候有點生氣 我說現在這些人 資訊這麼發達 為什麼你們自己不會去看 然後你們到處都拿一堆的卡 都把它分散掉了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的是 信用卡跟它是合併的 聯名卡的 那個更好用在這邊 那時候我這次去 我不是剛從西班牙回來嗎 我就是一模一樣 我買的是豪金艙的一個機位 結果他逼了醫生以後 只有我 因為我朋友他是別人的卡 那我就深等到商務艙去 我到商務艙去 你有沒有看到 坐的位置多舒服啊 12個小時會還好 而且呢 一生一定要去看一次 實在是太美了 我飛了四年來 然後我最喜歡的一個國家 跟讓我至今感動到 還是看到感動很想流淚的 一個景點 好美喔 這個籃啊 值得了呀 這個籃他們說是 上帝所調製出來的籃子 怎麼會 我就深等到商務艙去 我到商務艙去 你有沒有看到 坐的位置多舒服啊 12個小時會還好 而且荷蘭航空還有一個好處 有沒有 他們會送 他們的一個限量品 全世界只有 他們自己有的一個酒瓶 有沒有 我特地帶一次過來給大家看 好美喔 這些東西都是酒瓶啊 就是我們荷蘭最有名的 就是那些小房子 對 但是重點是 他們的人的生活好優宅喔 去超市買一些起司 買一些喝的東西 跟他們你這樣坐在那邊 你就很舒服 但是來到阿姆斯坦 最吸引我的是 我一定要必吃的 那個叫做 這個要推薦給米果 這個叫做全世界最好吃的 蘑菇派 有沒有看到那個 我特別拍這個給大家看 真的蘑菇耶 它這麼厚 然後發放的那個蘋果 它全部就是在那邊 對 而且重點是 它烤的時候裡面 還放了一些葡萄乾 所以它的口味很不一樣 對 那第二次我回城的時候 我同樣進阿姆斯坦 可是我就不待在阿姆斯坦 我去它的旁邊 同樣我們坐它的火車就到的 它叫做站丹這個城市 站丹很多人都說不知道對不對 我跟你講 20分鐘就到 而且好玩的是什麼 你都不用擔心 我要去哪裡玩 火車站一出來 好大的一個告示牌 告訴你說 它這個地方哪裡好玩 怎麼去玩 然後你隨便一個轉角 你都會看到說 這就是很歐洲的味道在那邊 我自己其實要去站丹的原因 是因為我要去住一個飯店 這一家飯店很特別 它叫做 你會看到 它就是把我們阿姆斯特丹 所有的房子 把它整合疊在一起的 那種特色在那邊 所以你一進去以後 你就覺得好有設計感的那樣子 而且重點是一個晚上不到3000塊 在歐洲 在歐洲 你如果去阿姆斯特丹的話 叫5 6千塊 可是你到旁邊的這個小鎮的話 站丹的話只要3000塊左右 有沒有 自己在那邊拍很爽 好美喔 它旁邊還有一個更有名的 那個叫做風車城 風車城 好美喔 大家都跑去那邊看風車 所以你的時間 你可以感受到4月份的時候 當地的特色 而且還有什麼 郁金香花開 所以我們青年節 去這邊玩的時候最適合 那我自己 因為我太愛吃它的起司 我每次都買好幾款的起司回來 這邊還賣了另外一種 是PASTO 青醬的一個起司在那裡 對 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等到最後的時間 算一下差不多 我可以去上飛機了 你再離開 因為它的夕陽 飛了 好美喔 然後你看到它隨便一張 就是明信片 而且你看 像這些手機隨便一拍 你就會覺得說 再拍一下 再一拍一下 可是你趕一下火車 馬上就到了 所以你會很輕鬆 然後等於是我明明是西班牙玩 可是我多了這一趟 好像我賺了一個 阿姆斯特丹 所以你懂得用你的會員卡 然後再懂得再轉機的一個過程 出去玩的話 你就會玩到一個非常好玩的旅行 4月份清明假期 如果不想請假的話 建議大家去長灘島 為什麼4月 因為那時候的海灘是最漂亮的 長灘島最漂亮就是它的夕陽 夕陽西照的時候 它的每一個沙灘都 對 超美的 這帥哥是 然後 然後長灘島就是很多人在那邊 辦婚禮 對 對 每次黃昏的時候辦婚禮 非常的漂亮 它的夕陽真的是非常好 然後在那邊坐在沙灘上喝酒 然後你看在那邊拍很漂亮 重點有練 這個素顏的照片 素顏 妳看海灘各式很拉低一點點 吃東西的話 可以推薦大家去海鮮市場 然後它有各式的海鮮 然後它的螃蟹都很大一隻 對 然後它有名的就是芒果的飲料 冰沙 芒果冰沙 對 芒果冰沙 長灘島我比較推薦的活動 有兩個 一個就是去做風帆 就是你可以跟朋友坐在風帆旁邊 整個延伸出去 然後買兩瓶啤酒 就出去喝了 然後就一直等它回來 就已經晚上又可以吃晚餐了 對 這非常棒的活動 那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活動就是去按摩 我推熱石石霸 就是妳的身體就放熱的石頭上面 妳看 就這樣子放在上面 然後我比較推的 長灘島私人的祕境 它就沿著岩壁而見 對 沿著岩壁而見 所以它就是沒有破壞當地的景觀 然後感覺 3號 在1號 在1號的最尾巴 我坐過兩次的直升機 對 然後它 妳們在講什麼術語 對啊 會不會不懂嗎 1號 3號的在哪裡 1號 2號 123 長灘島分 1號 2號 3號 長灘島沙灘分為1 2 3的海灘 然後它是在最1號的旁邊 靠遠地的 是用這個來分級別嗎 它最熱鬧是二碼頭 所以團體會集中二碼頭 然後往左往右這樣子走 那邊有一個市場 就是唯一的大的超商是團體 所以1號是高級的 1號都是高級 慢低 高高檔 它的沙最細像麵粉一樣細 123這樣子 對 像那個梁靜茹姐姐 她也是在那裡辦婚禮 就是1號 它的最高檔的 所以它也是靠近1號的 然後它的飯店 它的景色這樣非常的美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長灘島有一個比較少人去的 在喝下午茶的地方 完全放鬆 就沒事情做 一直喝酒 沒事情喝 我覺得滑溪很適合 大家去吃海鮮 因為它就是這個攤位 很像我們富雞 漁港這樣子 它就是做的東西 就是這樣很新鮮 這是他們當地講的藍蟹 它就是都是秤重的 然後因為比較少觀光客去 所以它就是明馬實價 像剛剛在長灘島的海鮮市場 假設你不熟 當地人買的龍蝦可能是你 就是他買的明蝦 跟你買明蝦可能會差一半的價錢 可是這裡不會 因為沒有觀光客 它的散費 就是這樣一盤大概100台幣 100 這樣這麼多 對 100台幣 100 對 然後這盤蝦也100多塊台幣 好 可以了吧 然後再來它這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軟鞋 這盤貴一點點 大概210還220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這個螃蟹 每一隻都比我大隻 然後那天天我們 我們那天吃的七隻是1000 是你嗎 那天吃的七隻 也是大概1000台幣左右 所以它就是一個吃海鮮的地 華西納 其實可以訂民宿 我是訂了那種公寓式的民宿 然後它就有好多個游泳池 這個比海鮮有趣 真的 它有好多個游泳池 就是你只要走到的地方都有泳池 然後還有健身房 然後你的房間門口 就有一個這個小的 就是你可以坐椅子在那邊曬太陽 然後這個是房間裡面 就是它有一個小沙發 這是給你看電視的 然後它也有廚房 所以你就可以買東西 然後就在房間裡面煮什麼之類的 很方便 然後也有浴室 大概1000多塊台幣 1600 那很便宜 可以耶 加價 會不會吃的比住的貴 加價 沒有 其實吃跟住差不多 因為華西納有另外一個夜市 一直吃那個龍蝦 一直 大概我半個身體這麼大 只要1100 你連馬桶都拍了 我那個人就是謝細心 沒有 客人 他怕客人會問 有沒有那個 你買那個 買那個購物館 有沒有 不是購物 所以這樣子 如果說你4月1號到5號去 你就是住宿加交通 其實你加一加 你最優惠的時候 你都可以搞定 超便宜的泰國旅遊 究竟是多少銜 讓現場來賓大喊 現在就出發 想要知道更多更好玩的 空姐導遊私房景點 還有渠光富到底會有 多超值的旅遊行程 千萬不要錯過 明天的精彩節目